整个十月,安倍都在积极布局,不数不知道,一数吓一跳,在短短三十一天里,日本在军事与外交方面的动作真不少。 2018年10月7日,日本和印度举行每两年一次的海上联合军演,日本出动海上自卫队最大战舰加赫号转航母,以及一式号去主舰,印度则出动三艘自治战舰和一艘不几舰。 此外,还有一艘潜艇,数架直升机,从美国购买的P-800反潜机,为期九天的军演重点演练反潜,搜索,百口和火炮射击等项目,预演双方都声称会加强深度合作。 并据燕媒10月18日透露,印度和日本将在11月1日,开展首次陆上联合军演,地点就在印度米佐拉姆,防备一个丛林作战学校,演习为7月15天,为要加强反恐合作而展开。 10月9日,安倍与泰国,越南,缅甸,柬埔寨及老窝这五个国家的首脑,在东京举行地世界日本与美宫和流域国家会议,达成了东京战略2018,日方在其中加弹了私火,写入了支持和推动印太战略,促进南部海域航行自由等内容。 这种伎俩当然瞒不过客人的眼睛,泰国方面就公开强调,中日两国应该合作建设几个项目。 事实上,美宫和作为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,实际上与日本这个岛屿国家没有什么关系。 众所周知,美宫和的上游是蓝苍江,但凡照开以美宫和为主席的会议,都不应要开东方、大国、日本主办这个排大型的会议, 既是美方、亚太在平衡的继续,又是拉拢该市域的国家尤其是越南遏制与牵制带路倡议的工具。 10月10日,日本和澳大利亚在西里举行2加2全方外长加防长戳伤,在当天下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, 两国决定深化特别战略伙伴关系,计划在2019年举行,名为武士的卫士的战机联合训练。 这份联合声明还对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系,并反对某大国在东海的单方面行动。 日澳已经将双边关系升格为准盟国。 继美国之后,澳大利亚也与日本签订了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,并决定早日达成访问部队地位协定。 如果达成访问部队地位协定,日澳双方的坦克等军用车辆,就可以在对方国土上行驶, 也可以往对方领土上运送武器代药,自由地举行军演。 日方认为这种演习可以对华产生遏制作用。 日本独卖新闻10月14日报道称,安倍当局决定追加采购20架F-35A隐身战机。 加上正在按计划部署的部分,航空自卫队将行程拥有60余架隐身战机的东亚最大机群,每架靠资1.36亿美元。 这一决定将在2018年底写入2019-2023年度的防卫力整个书。 到2027年,日本就会将老舅的F-4战斗机陆续淘汰,也是在10月14日。 产生新闻源,引防卫省的消息称,日本自卫队准备升级布提苏有12公顷土地, 计划建设第一个海外永久军事基地,实现往海外派兵,到海外驻军的重大突破。 日美直言不会低声称,虽然宁面上的原因是日本90%的出口,要依赖亚丁湾航道, 实际上此举就是为了对抗在该地区,不断扩带影响力的东方大国。 10月15日,NHK报道着,陆上自卫的首次与美军,在日本联合举行水陆两栖训练, 目的就是加强离岛防卫,演戏模拟的是一个离岛被敌方攻占,日本出动水陆两栖, 别动团与美军配合,收复了离岛,连选一共出动了约230人。 刺猬对方面表示,聚美双方配合更为默契,提升了两栖作战水平。 10月18日,日本防卫省正式通知秋田县,决定在11月为部署陆基宙斯顿, 而展开前期地质调查,10月29日开始,启动水门调查,并试图用调查结果,来打消当地居民的顾虑。 10月30日,日本防卫省决定在琉球石原岛,部署导弹部队和警卫队,总人数接近600, 日方决定今年就发表着标公告和实施工程建设,如果部署导弹的工程27在5年内完成, 那么从与内国岛,连美大岛,再到宫谷岛,就会形成一道封锁第一岛链的监视网, 遏制别国海军舰艇或战机进出西太平洋的一样岛, 同样的10月30日,日方在线填狗本色,不顾琉球的强烈反对, 直以重启在边叶谷岩岸的前海岛路工程。 8月底,琉球地方当局撤回了工程许可,令美军基地的搬迁陷入停滞。 长期以来,琉球民众都反对美军在岛上设置基地, 但东京却顽固民意,从2015年就认定相关手续没有任何瑕疵。 如今仍旧决定,按照原计划推进工程, 安倍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完全站到了美方一边, 就是为了巩固和加强美日同盟, 在军事上靠不动摇的敌视与恶致东方大国。 同时,日方也不放弃眼前的利益。 朝日新闻在10月28月发表社论, 明确表示21世纪应该是亚洲时代, 引领世界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亚洲, 世界和平的关键也是亚洲的稳定。 作为亚洲的代表,中日责任重大, 安倍已经表达了化竞争为协调的期待, 双边关系的改善值得肯定。 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, 中日两国携手合作, 才能奠定亚洲发展的基础。 与前任相比, 安倍更加务实, 在不放弃任何底线的情况, 下努力拉拢至少9个国家, 还有至少8次军事部署, 都是为了维持日本在亚洲的地位。 借着特朗普大搞大边主义之机, 成功与宿敌暂时放下争端, 转而发展友好关系。 这种积极态势令双方都有点不适应, 也被外界认为是短期行为, 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, 非敌亦非友, 至少在2022年之前, 都会维持这种关系。 双方都明白是各取所需, 在握手的同时, 另一只手也都不会放下利剑。 在下次摊台之前, 一定要捞足筹码, 玩, 住, 本文系海外套客原创稿件。 请不吝点赞,